那么关注影响西南多地的强降雨 近期发生在西南地区的强降雨 不仅对贵州造成严重的创伤 云南广西等地也是贫乏险情 防灾防汛形势同样严峻 昨天凌晨5点左右 云南省洪河州金平县的永平村委会 附近发生山体滑坡 滑坡体冲下的泥土 直接冲进了路边的两间民房内 导致四人被困 救援人员用了三个多小时 将被困者全部救出 不幸的是其中有三人医治无效罹难 目前伤者仍在医院接受救治 受滑坡影响路段已恢复通车 7月22号云南宜梁县角魁镇 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 泥石流冲入街道 导致部分房屋道路受损 从村民现场拍摄的手机视频 可以看到山洪斜裹着泥沙石块 从房屋间的道路上倾泻而下 你把我的水液放下来 我家红红的堵起来 据当地初步统计 泥石流导致多处地段塌方 交通受阻 39个村民小组不同程度受灾 目前受阻交通已基本恢复 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昨天凌晨开始 广西防征港市遭受暴雨突袭 最大降雨量达149.8毫米 港口区多个路段出现了大面积积水 多条道路无法通行 部分路段积水深处超过一米 车辆无法通行 一辆面包车在经过积水路段时突然熄火被困 消防救援人员躺过积水 徒手将被困车辆从一米多深的水中推到安全地带 中央气象台预计 未来两天中国仍有分散性强降雨 主要集中在西南以及东北、华北、黄淮等地 受降雨影响 今明两天四川南部、云南北部和西部 贵州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其中云南、德鸿州、西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 提醒上述地区加强防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